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标公版的国歌成为了大亮点 郭柯颂 国庆凑同框 郭颂不合作 讲了讲满六次 国庆日全台各地都有不少 县市办升旗的典礼 但是新北市却是由市长侯友宜 带队登观音山 印汉岭 被不少的民众炮轰 前市长朱立伦出面缓夹 他说爬山是非常有创意的国庆方式 另外桃竹苗三个县市 也只有新竹县办升旗典礼 新北市长侯友宜 一早带着议员跟市府同仁 冲观音山 印汉岭 一开口就再次强调 国庆没办升旗 安排爬山是原定计划 不只道歉 侯友宜说担心交通大打劫 爬山行程没大肆宣扬 面对外界质疑 前市长朱立伦出面缓夹 你不觉得很有创意很有想法吗 带着国旗冲向印汉里 真的是印汉 侯市长这个是没问题 但是我知道我们那些局处同仁 很多的同事今天都穿地蛋 不只新北没升旗 桃竹苗三个县市 也只有新竹县办升旗典礼 女舞者在台上唱唱跳跳 拉开典礼序幕 紧接着由陆战队成员拉国旗进场 新竹县广场一早就挤了不少民众 到场回国旗 国旗 要少 镜头转到中部 妈妈市长卢秀燕 找来朱立伦来台中一起跳健康操 两人在台上带市民做操 成了最大亮点 3 2 1 升旗典礼 美好张化 希望成事 张化升旗典礼也不遑多让 发小国旗加上放国庆气球 路上全被人挤得满满满 有别于中部 花东两个蓝营县市 都没办升旗典礼 但花联县长徐慧珍跟先生傅昆旗 却跑到吉安乡公所 自己办的升旗典礼来升旗 当时节快乐 Yeah 国旗日民众除了冲升旗典礼 国旗怎么挂也是一大学问 灰的潮在上方就可以了 有人唱唱跳跳 有的登山放气球 全台各地都展现了不同方式 替中华民国庆生 TVPS新闻将军 徐又翔新北中部综合报道 国庆大会展现国军的战力 包括了空军的救护队 以及阿帕契的编队 都会飞越了管理台 大会压轴的还有包括 巾骨号的战机AT-3教练机 组成了大宴队型飞越总统府 不过最惊喜的就是在全体 唱国歌的时候 官体台上有两架直升机 各吊挂着一面 长12米宽8米的巨型国旗 接讯通过的是海军 S管中西反潜直升机 海军反潜作战 不可获得的重要力气 12架直升机踩四型机编队 分裂式飞进总统府上空 打头阵的就是空军 舟户队UH-60M 紧接在后的海军 反潜大队S-70C 以及地表最强战机陆军 阿帕契三架 陆海空组成悬翼机队 震撼全场 在全体唱国歌时 景观台上空两架CH-47直升机 各吊挂着一面长12米 宽8米的巨型国旗 缓缓通过 国旗在空中保持平整张开 迎风伴随着歌声 在空中飘扬相当壮观 同军经国号 以及雷狐小组AT-3教练机 以5G大雁队型 喷射红蓝白彩雁 压轴冲场超吸睛 演出短短一分钟 但先前准备可是相当反复 事前练习不能马虎 像是直升机编队进场 得克服悬翼产生强大气流 距离要够精准 队形才会整齐完美 直升机悬挂国旗出场 要控制国旗 不被气流蜷缩难度很高 陆海空三军国庆日总动员 展现国军英勇战力 TVN新闻综合报道 国庆大典同样在今年 也有英雄大游行 不仅有世大运 还有国际竞赛的代表团好手 王健民也带着各项比赛的 这个冠军跟好手亮相 还跟全民分享荣耀 而紧接的花车大游行 更展现了公部门跟企业的巧思 比赛竞技场上 除了选手们奋力拼搏以外 还有一群默默陪伴在 选手身旁的教练 带着墨镜帅气登场 中华队投手教练王健民 和另外两位教练 红一中及黄甘霖 带着世界冠军U18选手 还有即将登场的 世界12强棒球赛中华队 和全民分享荣耀 台湾英雄大游行 在国庆典礼登场 运动英雄们都来共享盛举 今年的拿破里士大运 台湾总共拿下 九金十三赢 十同 世大运好手们 现身国庆好兴奋 总统蔡英文和立法院长苏嘉全 开心比赞挥手打招呼 还有国际纪念竞赛代表团 也风光亮相 接受国人为他们 努力争取荣耀的客彩 这回除了荣耀英雄车队 今年的花蛇大游行 也很有看头 由观光代言人 欧雄组长 带领游客 漫游全台各地 褐色小镇 欧雄动感唱跳 为观光局花车增填看头 包括劳动部 引民署 农委会还有各大工部门的花车 都很有造型 其他像是台湾烟酒 把巨型烟酒箱放上花车 还有台北捷运 高铁车头 也成为花车造型 相当吸睛可爱 除了花车 台湾邦交国和圣路西亚 都组成嘉年华游行队伍 祝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还有日华肯清会 更写上台日游考四个字 各式各样的游行花车 为今年的国庆增填看头 双十国庆 外宾人数备受瞩目 今年的外交访问团 人数比去年少了将近百人 不过来的邦交国的数量 却是比去年还要多 而且还有美国的众议员来参加 看得出蔡政府用心的琢磨 希望可以展现 虽然丢了邦交国 但是台美跟台日的关系 顾得还不错 一早在府内功后 蔡总统握手欢迎外宾来访 毕竟上个月丢了两个邦交国 大选协的国庆 去好好展现邦誼都还顾得不错 欢迎史瓦蒂尼王国总理 戴安博阁下抗力 九月联合国大会上 也呼吁联合国允许台湾 尊严平等的参与相关的活动 这些支持的行动都让我们敏感于心 欢迎巴拉圭共和国副总统 韦拉斯格斯阁下抗力 巴拉圭在九月联合国大会 没帮说话 但来台依旧备受礼遇 而翻开去年跟今年外宾规格对比 其实2018年人比较多 但今年似乎重职不重量 七友邦派访问团 今年跟去年一样来了两位元首 但今年就多出三位副元首 可最大亮点在于 非邦交国制贺团 去年有五组 但今年来了六组 其中有美国联邦众议员克鲁兹 日本团依然是三组人马 跟着花车一起游行 日方展现台日友好 带上日桥学生自发参加 更是游行队伍中唯一的 非邦交国 除了外宾侨胞也热烈反国参加国庆 美国就没什么进驻了 除了住外使节 除了没有 台湾比较热闹 云道而来共襄盛举 蔡政府趁着双十国庆展现台湾在国际社会备受肯定 吉利大秀想当成任内政绩 TVB的新闻红福华刘婷婷台北报道 双十国庆香港也发起相关的活动 有当地的网友发起青天白日满地红 遍乡江中华民国国旗插遍香港的行动 香港市民连夜在旺角的年龙墙天桥上面布置了中华民国的国旗 穿插贴满了整座桥 上头还写着朵大的字 守护台湾民主自由 台湾香港民主路上一起加油 在香港的街头也同样可以见到 零星的中华民国国旗飘扬 港民发起的港台连线 双十国庆等行动 还包括了整天在全香港进行全民台电消费日 鼓励香港的民众到台资的商店消费 今天是中华民国的国庆 全台各地都有升旗典礼 不过有人觉得 今天在台北市政府前面的这一场 感觉好像跟以前不一样 而且是今天全台湾各地这些活动里面 感觉是最冷清的一场 有人说因为在这个场里面 嗅到了满满的政治算计 感觉不到对国庆的热情 包括可以看到科文者站在中间 宋楚瑜站另外一边 宋楚瑜跟郭台铭之间 又因为郭台铭强调说 他不会跟宋楚瑜合作 两个人没有任何的互动 现场应该基本上都是科粉 都是冲着科文者来的 可是这些科粉 他们看到宋楚瑜 还包括看到郭台铭的时候 可能心情是没有这么热情 包括以前抢翁翁包的时候 抢着死去活来 还甚至会大打出手 可是今年好像可能是因为规划的 比较好 但也有人讲是不是没有像之前 那么热烈 感觉现场的气氛跟前几年 有一点点差别 所以今天在台北市政府的这一场 跟台北的 跟高雄的 甚至跟新北的这个印旱岭的比起来 好像相对来讲是比较冷一点 不过大家围绕的还是跟2020有关的话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整理的CG的部分 这一场活动一早7点13分的时候 黄珊珊先来 陪着宋楚瑜来 有一说说是因为黄珊珊特别邀请宋楚瑜来 所以他们有出席 可是之前因为传出说这个宋楚瑜好像蛮不开心说 这个柯文哲好像嘴巴太大了 对说要不要合作门票这件事情 讲得太多了 太满了 所以宋楚瑜好像对柯文哲有不满 不过显然今天这个动作看起来 宋楚瑜没有这么生气 没有这么介意 所以他还是愿意出席这个活动 另外一个传说是传说黄珊珊跟宋楚瑜 因为一国两制的问题 所以两个人渐行渐远 可是今天的动作看起来 好像也没有外传的这么严重 两个人一起出席 后来过了一分钟之后 郭柯一起进场 据了解其实是郭台铭主动跟柯文哲说 他希望到台北市政府前面来参加升旗 而且还问柯文哲说 我参加这升旗典礼不会有问题吧 柯文哲还说 你如果是台北市民当然可以参加 那排阶的方式就是柯文哲站中间 郭在另外一边 宋楚瑜另外一边 宋楚瑜跟郭台铭是没有任何的互动 而且很快的在柯文哲准备要讲话的时候 宋楚瑜就跟他先辞别了 柯跟宋一直咬耳朵 那也让外界说这个之前传闻 宋楚瑜不开心柯文哲的事情 这个事情自然就被大家认为说 好像没有之前讲得这么严重 那柯文哲说 这个是黄珊珊安排他来的 他特别强调说 他们本来关心都不错 外面讲算不高兴其实还好 那国庆日希望大家一起来 那外界问他说 那柯颂之前的误会现在没问题了 他说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解释的 那有一些小插曲 就是郭董特别在升旗的时候 特别把他招牌的国旗帽戴上来 那这个动作就让柯文哲在旁边笑了一下 那不知道笑的意思是什么 这可能要问一下柯市长 柯郭颂一起唱国歌的时候 黄珊珊也一起来 那黄珊珊现在即将就要当台北市的副市长 那也是另外一种 这个橘跟白的合作 那柯文哲也特别讲到说 其实这个象征 他们之间合作的方式之一 只是说柯文哲讲话的时候 宋楚瑜就马上就先离场了 所以现场的记者很多人问他说 是不是你们之间其实没有这么好 可是其实如果真的有借地的话 他就不会出现在台北市政府前面了 既然会出现其实之前的误会 就比较没有这么严重 提早离席是因为他要到总统府前面 去参加总统府前面的这个国庆大典 所以其实不是对柯文哲有任何的意见 倒是有一个真的让大家受到矚目的 因为之前大家一起传说 郭董有没有可能在11月22号的时候 拿着清明党的这个门票 去参加2020的总统大选 不过今天郭董被问到这些问题 说你会不会跟宋楚瑜合作 郭董大动作 被连续讲了六次不会 而且还比了大手势大叉叉 绝对不会 换句话说 郭董他另外一张门票是时代力量 他也不可能拿吧 所以郭董等于说 他真的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 他绝对不会参加2020的总统大选 只是说柯文哲 有没有可能拿清明党的这张门票 到现在都还没有说不可能 所以倒是这一点是大家比较注意的 那刚刚有讲到翁翁包 有人比较去年 因为今年是限量3000份 其实从24小时之前 就有人开始在排了 是非常非常离谱 就前一天一大早白天的时候 就有人开始排了 那第一位还不是台北市民 是外线市的 所以其实还是 柯反还是非常坚定 抢得还是很凶 但是去年是5000人 而且去年有下雨 而且还爆发口角 所以是今年可能规划的比较好 但也有人讲说 是不是跟那个热度不太一样 民众党现在为立委的选战 是不是投下变数 因为他们接下来 要第二波去立委的提名 一样还是被说 是不是有报复性的提名 因为他们在高雄有提一个 他可能要对上花妈的爱将刘世芳 可是柯文哲他有解释 说全台湾大概85%的政治人物 不是懒的就是绿的 随便提都会说被人家说要报复谁 所以是希望外界不要想太多 望中最新的民调 他们在10月7号跟10月8号 做的这民调里面 民众党拿到的是7.9% 但是之前9月底 上一波做民调的时候 还有9% 所以换句话说 郭柯合作 现在看起来行情 好像稍微下跌了一点点 没有之前这么热烈 那针对今天在总统府 台北市政府前面升旗的这一个 我们现在视讯连线到民众党的发言人 陈思雨 思雨你好 嗨 主持人好 还有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思雨想请教一下 你今天有在升旗的现场吗 我今天有 但是我比较默默躲在旁边 我没有站在市长附近 那你有观察到三个人的互动吗 有人说这个郭董 跟宋主席的互动好像比较少 倒是宋主席跟这个柯市长的互动多了一点 那你怎么看 其实柯市长当然他在人际关系上的互动 确实不像我们一般 可能看到好朋友来了 立刻会有不管是拥抱 或是比较热情的反应 他相对来讲是比较 我们俗称如果跟一般人比起来 是稍微比较没有这么热情一点点 不过我想因为柯主席跟宋主席 其实两位是非常好的朋友 那包含宋主席其实一直都担任 将近五年的时间 是台北市政府的首席顾问 所以我想柯市长也常常跟宋主席 请教一些国政或市政的议题 所以两个人其实交情是非常好的 那当然借由今天这个郭柯宋的局面 我相信也可以直接破除 大家对郭主席 对宋主席跟对柯主席两个人之间的一些 之前的一些流言蜚语 我想今天直接的行动就可以破除 思雨 那因为大家特别注意到的是 这个柯市长跟宋主席 之前虽然有误会 可是因为毕竟在当初 这个领表截止的当天 柯市长特别跟宋主席联络 虽然没有联络上 包括现在升旗也有这个宋主席出席 所以大家关注的是说 柯市长是不是特地的 保持了跟亲民党 这个合作的一些空间 甚至在11月22号之前 如果他拿亲民党的门票去选2020 好像他都一直没有说绝对不会 是不是还是依旧有这个可能性 其实我想先讲柯主席好了 柯文哲主席其实他再三的强调 他现在真的没有要选总统 那也很感谢所有的 不管是各党派或者是 所有期待市长出来的人 其实一直都还是希望 有这个机会 不过我想柯市长可能要让大家失望一下 因为目前确实是没有要参选总统的打算 那另外呢 当然我觉得郭柯颂今天三个人的一个 在升旗典礼上面的一个 大家聚在一起 其实也引发大家很多讨论说 究竟这三个人会用怎么样的合作方式 来对2020的一个 就是总统或是立委的选战 那我觉得要很清楚的讲 其实柯文哲市长 就是一个在台北市政府 第一个运用联合小内阁的市长 怎么讲 其实像现在我们的 台北市政府的副市长 黄珊珊或者是邓家金副市长 两位都是亲民党籍的 那除此之外 其实还有民进党籍的 像周一收顾问 或者是蓝四聪局长 所以其实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是第一个直接实现 联合小内阁不分党派的一个政府 那当然大家会讲说 那为什么柯市长 他之前是无党籍背景 用了这么多不同党籍的人 但是因为柯市长 其实他用人是以你的专业为主 那黄珊珊副市长 大家也了解 他其实担任议员非常多年 那对法律这一块也是律师 所以其实柯市长 真的在柯市府的部分 是以用人 用专业的人才为主 那当然其实专业的人才 要为国家做了很多事情 包含像赖湘林局长 其实他对台北市的一个 劳动的环境是非常了解的 所以用专业用人之后 其实就是对国家治理一个负责任的表现 所以我想不管未来三个人要怎么合作 那也许我觉得从台北市政府 现在的联合小内阁 就可以发现三个人其实已经在合作了 谢谢思雨 思雨那还有个问题 就是翁翁包这件事情 就我们的观察还是觉得很可怕 因为从昨天白天就开始有人排了 到今天早上 可是有人比跟去年比 因为去年好像五千个人 然后夏雨天热情不减大家还猜点 好像有起口角 跟今年的比起来 好像热度感觉有差 是说秩序维持的比较好 还是说今年热度真的跟去年 有一点点差别 其实我想数量上当然有差别 因为去年是像主持人讲的是五千 那今年是以三千份为主 那当然我觉得台北市政府 他预算如果是一样的 他的翁翁包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从一开始是那种双带尼龙绳的 变成现在是比较是整块车部的背带 所以他的成本其实一直在上涨 当然他可以发送的数量就会减少 所以我觉得在品质上 其实一直都在精进 那你说其实现场的热情 昨天我大概傍晚的时候 七八点的时候到现场 发现已经排满到 我已经看不到前面的人龙了 那甚至是我们也有在做现场的直播 那也有带一些东西给现场朋友吃 所以我想如果以现场的热情度来看 但是我觉得跟往年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 那只是数量上可能确实因为成本 因为我们要把翁翁包做的品质更好 所以在数量上有稍微减少 但我觉得人气跟现场的热情 其实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谢谢思雨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思雨下去再见 拜拜 谢谢主持人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